十年没吃到肉的男人 仿佛闻到了人类的气息 下一秒 他就张开了十米长的樱桃小嘴 紧接着他的胳膊也开始快速地变长 几元健壮 当场就被吓出了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 仅仅过了三秒钟 他就迈着六亲不认的小步伐 朝着几元奔涌而来 但最后 他因为看了视频没点赞加关注 直接被大壮打成了筛子 本以为这样就结束 他们抬头一看 一大批怪物正开着小汽车 朝他们缓缓逼近 仔细一看 他们的脑袋像是吃了摇头丸一样 不停地在抽搐 几元一看 这就是怪物 抄起加特林对着怪物 就是一种黄射 面对眼前的枪林弹雨 怪物们当场就被打了一个晕头转向 看着远处 依然还有车辆开过来 大壮直接拎起火箭筒 对着他们就是一炮 一阵激烈的枪林弹雨后 车上幸存下来的傀儡们 纷纷走下车 仔细一看 他们有的是小孩 还有的是老人 紧接着他们一把冲破窗户 就想要把受伤的伤员拽出去 几元拼命地拉 但面对眼前几十条十米长的胳膊 他们也没有了办法 眼睁睁地看着伤员被他们掳走 就在这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傀儡们仿佛达到了某种目的 竟然转头撤离了这里 直到在这个时候 大壮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是上帝对人类失去了信心 便安排了黑暗天使 附身到人类的身上 从而惩罚人类 并且意志利弱的人 也很容易被恶魔附身 但如果要解除上帝的这个惩罚 唯独只有服务员肚子里的孩子 只有教出孩子 上帝才会破解诅咒 服务员还以为 他在开玩笑并没有当回事 可到了晚上 他的肚子便开始疼痛难忍起来